皮衣中天 江湖好汉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 把我漂泊 江湖好汉中一老是论断中国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完好的 题为好汉其实要挖出他们的不好 一老以江湖作为男性的限定词 全文论句出处基于水浒传 所以此部分文字严谨地说 应该是水浒传中的江湖好汉 不是无性就是无情 一老说 中国古代传奇的特点 爱情与英雄无关 这必定是基于阅读大量的中国古代传奇为前提的 中国古代文学浩瀚如烟 能读大量的古典作品必定是花费了太多的时间 因为我并没有读过多少书 所以也就没法宏观地整理出中古传奇这样的特点 不过一老后面举的《红楼梦》《水浒两立》倒的确是读过的 虽算不上经读 易老说 中国的英雄不喜欢女人 其实西方文学作品中也有这样的人物 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 宙斯的妻子希腊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 但普罗米修斯却拒绝了她 于是希腊挑拨宙斯与普罗米修斯之间的关系 普罗米修斯被宙斯锁在高加索山上 每日有秃鹰着实其肝脏 然后又长好 周而复始 中国的英雄不喜欢女人 确切地说应该是不能喜欢女人 而不是不喜欢女人 因为易老说江湖禁止一切男女关系 且不说这个江湖规矩是谁定的怎来的 易老并没有告诉我们 至少我们可以得出 在易老看来 中国的江湖好汉得做一个二选一的选择 要么英雄 要么好色 不过后来易老说英雄好汉们聚色 并举例说中国的英雄气短者 多婴儿女情长 那就说明中国其实还是有好色的英雄好汉的 只不过命短 但是总不能用命的长短来定性 一个江湖人士是否是好汉吧 把中国古典文艺中的这些好汉 判定成无性的男人或无情的男人 这里首先得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性和情都不是好的品质 那什么是好的品质呢 那就是性和情的对象是家国大义 我们发现这里性和情的对象是女性 所以确切地说 好汉不是无性无情 而是对女性无性无情 好汉的性情在家国大义上 这一部分估计易老在后面会解释到 易老在本文的立足点 暂时还放在男女关系上 这也是符合这本书的题目的 传统概念中女性并没有在社会上 获取相应的地位 社会关系基本是一个男权关系的社会 这被称为江湖 江湖是不能有女性进入的 如此我们可以理解 对传统男性而言 好就是家国大义 那相对的坏应该是违背家国大义 所以 宋江最后归顺了家国大义下的朝廷 所以有无性和情 其实是不能定性好汉的好坏的 因为这里性和情的对象是女性 确切的好汉的定义 大概是对家国大义有性和情 且对女性没有性和情 如果非要说论述重点的话 我倒是觉得 论述家国大义更能定性好汉 不过这样似乎就不好看了 中国的广大读者 还是喜欢看男人对女性的性和情 大概这些文字本就是写给男人看的 亦或只有男人能看得的 那评价一个男人是否是好汉 今天的社会 应该是从男性视角去评价呢 还是从女性视角去评价呢 如果从男性视角去评价的话 那男性对一个男性是否对女性有性情 是否有评价的权利呢 还是一个女性更有资格去评价 一个男性是否对女性有性情 或者倒过来 女性是否可以来评价一个男性的家国大义呢 他和一个男性来评价 一个男性的家国大义 又有什么不同 这里所有的前提都应该存在着 男女其实是不同的 以及今天这个社会 到底有没有做到男女平权了 或者可以探讨下 男女平权的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 男女到底能不能达到所谓的平权 这些大概都有点偏离对于中国男人的论述 所以在异老最后男女互补的辩证法中 认为好男人应该心中有女人 那么所谓的江湖好汉 无性无情的男人 在异老的范围界定中 不算好人 的确也是 男人都无性无情了 如何谈好呢 好字 本就是女和男相加合体的造字意思 异老认为好男人应该心中有女人 要不然与中国的男人和女人都很可悲 男人不得爱 女人爱不得 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现象结论 中国社会其实是缺爱的社会 对中国男性而言 又是一个无法公然谈情说爱的社会 要不然 你就无法是好汉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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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